尊敬的主席台這些會長 還有各位貴賓 各位司法家 各位前輩 大家們早 中午好 這個中佛近代啊 寫司法啊 寫的最 尤其是寫醫師啊 長江以蘭啊 是王家綺 就是我們台灣那個王毅門的親哥哥啊 他寫的那個黃賀樓 長江以北就是這個劉點森 就是我們張念堂的老師啊 剛好兩位都是好朋友 二十年前我在大陸 剛好都不太認識啦 一般寫醫師啊 他寫的不容易反右照 我們這個張念堂啊 得了我們這個劉大師的傳承啊 既不反又不照啊 所以他已經開創了 新一代這個醫師的一個傳承啊 所以我常在講我們一個好的師法啊 他應該具備有三個條件啊 第一呢叫做基本功啊 尤其從小 或是從小時候 從老師兄開始寫起啊 看我們今天那個張院長能寫的這麼好 就是看他的凱事就知道了 一下來幾千個字寫的功功整整 確實他的基本功很好 第二個在基本功的基礎上在追求創新 現在有很多的藝術家他沒有基本功就創新 所以搞得又拐又亂 他根本不是中國的正統的司法 然後第三步就是要走出去 他們這一次我們有幾個司法家 我推薦他們到羅武功去參加展覽 國外就看到我們台灣的司法 還是可以站上國際舞台的 所以我們要好好練基本功 在基本功到了一定的程度來追求創新 創新到一定的程度來我們走出去 讓世界來看到我們中華文化 看到我們台灣的這些司法家能夠站上國際舞台 最後一致我們這一次的演討會也滿成功 謝謝 好 我們謝謝方議員的菁英方理事長 接下來我們請做個中華 尋求藝術文化協會的理事長 我們葉理事長 楊強主席 我們北京書法院的張慧成 張燕長 楊敬家 楊理事長 蕭爾文 蕭老師 還有陳克謙 陳理事長 張燕興 張會長 還有各位書法界的前輩 朋友 大家下午好 謝謝 我是中華尋求藝術文化協會議事長 楊振雄 朋友都叫我大俠 那我今天非常高興能夠在這個地方 跟我們北京書法院的院長碰面 其實前幾天 丁錦田 楊老師 有就跟我推薦過這個張燕長 我剛剛看了一下資料 我們張燕長 師臣劉秉生 同時在這個傳書方面非常的佐劣 我們可以看到他那個報紙上面 他的字體可以說厚重 雍容 非常的有力道 非常的勞煉勞到 然後同時不但有才之外 最重要是有德 我們剛剛蕭老師也提到他這個兼之心邪激落 扶貧不弱人厚 前後兼得一千多萬人民幣 那我想這個是一個非常難得的 那我們今天美其民視研討會 當然兩岸都各有一些人在從事文化方面的傳承跟發揚 那今天能夠透過張燕長把兩岸串起來 我想對中華文化的發揚是一個很好的事情 那我本身其實我是在企業界的 所以我常常講說 我們是搞企業 那經濟可以讓國家強大 但是文化是讓國家偉大 所以我在去年5月5號在台北市議會的9樓大會議 成立叫中華全球藝術文創協會 那主要我們是享受協助藝術行銷發展這個文創產業 美化生活的一平台 因為我有10年是經濟部的顧問 那文創產業是我們政府的六大主軸之一 那一年來我們辦了非常多的活動 我們在5月中型發行一本刊物 7月初又發行一本刊物 那在5月中的時候 我們協會組了一個團到深圳 參加這個第三屆兩岸勢力的書法名家展 有兩百多人 那辦政王熙金來也參加了 那我們12個人裡面有9個人參展 那有3個人拿到白金 9個拿到金獎 那兩百多人大會只頒花15面的這個白金 所以像辦政王熙金都是白金的 那接著7月6號 我們協會又組了一團20個人 連其他的會名有20人到法國羅武功 那這個是中華兩國建交50週年 那為了要把中華文化推向世界 弘揚中華文化的一個活動 那中華全球藝術文章協會 也是這個協會的協辦單位 所以開幕的時候 我也是唯一上台代表台灣剪載的 那我們今天有幾個老師也參加了這一次羅武功的展覽 非常難得 我們是不是給他掌聲鼓勵一下 蔡楓銘老師 田美招老師 黃明勝老師 還有一個郭湘玲老師 那我想這個我們除了搞經濟之外 中華民族是世界四道文明虎國之一 那有超過5000年 甚至三星追說上退7000年 那這個是一個非常寶貴的資產 那很多人在講文創產業 那很模糊的概念 那其實很簡單就是把文化產業化 產業創意化 所以我們在企業常常講說 我們企業會競爭 做任何的生意都講求cost down cost down 你再怎麼當還是要有成本 所以有一些consultant就反向思考說 我們如何ad value 文創產業就是一個ad value的產業 所以我想今天藉由我們張慧成 張宴長 把兩岸的平台給串起來 我想我們應該好好一起來努力 弘揚我們的中華文化 尤其書畫可以說是我們中華文化的一個核心 雖然本人不寫字 但是我剛剛很仔細的 這個張宴長的這個冊子 我大概看了三分之一 一個字 一個字看 那我想我就代表中華全球藝術文創協會 歡迎我們張宴長的來訪 同時也祝福各位所有在場的貴賓 能夠歡喜自在 華旗充滿身材慧揚 謝謝 對不起 再三十秒鐘 我們協會明天下午在台北市議會 一樓的文化藝廊 有一個叫藝像萬千的一個展覽 邀請各位參加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我們協會在8月5號到14號 在市議會還有一檔展覽 如果說我們張宴長 願意留下一些作品的話 我們可以邀請他提供一些作品來展覽 這是8月5號到14號 然後另外第三個 我們8月15號跟中華美亞友好協會 在高雄遊艇碼頭 辦了一個中華兩岸第一屆的文化藝術博覽會 那這個活動非常的盛大 另外第四個 8月20號我們在郵政博物館 中國有三個藝術家 王銀書 朱根博跟常唱 我在那邊幫他辦了一個展覽 那以上四個活動 尤其明天下午 這個市議會三點的開幕 歡迎各位參加 同時我們這一次羅浮宮回來 我們在禮拜天27號的下午5點鐘 我們在京華城的11樓 這個野村餐廳的宴會廳 我們5點鐘到6點鐘 我們辦了一個陳陽春的藝術講座 這是免會參加的 另外6點半開始 我們這個羅浮宮的慶功跟分享會 那也歡迎各位朋友參加 但是這個我們要說 參會800塊 那我們的副秘書長 中放之有在現場 如果對這個活動有興趣 可以跟我們的中副秘書長報名 謝謝大家 謝謝閻理事長 閻理事長看來精彩的活動非常的多 大家會後如果想去參加的話 可以跟我們閻理事長索取一張名片 到時候可以來確認一下後面的場次 那接下來我想 我們還是把這個主持棒交給我們這個張會長 那我們待會因為在座的貴賓很多 沒有辦法一一介紹 待會我們是不是賣個風貌就這樣子傳下去 如果大家有什麼問題的話也可以發言 或者是說這個如果沒有問題的話 也許可以簡單自我介紹 或者可以跟這個我們張會院長 做簡單的交流好不好 那我們現在是蠻棒的交給你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